中文字幕組 李宗盛 作為製作榛 Holland 蠟區了 蠟區了 小黃瓜的特性 它就是有須須 這個須就是要附著在 有枝幹或是網子的上面 攀爬 它會捲曲捲曲的攀爬 這樣抓住之後 讓這個生長點慢慢慢慢的往上長 半個小時之前是還是直的 然後我就看到已經在捲了 肉眼看得到的速度這樣在捲 它是螺旋狀這樣捲 然後捲上去它不是捲得鬆鬆的 它是捲上去抓緊 就像我們在攀爬那個繩子一樣這樣抓緊 小黃瓜它已經到某個程度了 沒有固定它會這樣子飄來飄去 隨風飄不容易受粉 所以我們用夾子也可以用夾子固定 那也可以用繩子 沒有夾子的人的話就用繩子去固定它 這個繩子一定要這樣繞一圈 因為這個是要防止它直接這樣 只有一圈的話會直接把它那個勒 勒到斷掉了 然後我們繞到可以固定的地方 做一個活節 這樣子它就會慢慢慢慢再爬上去 因為那個它的葫蘆科的特性的鬚鬚 它的鬚 它就會 它會自動像這個會往上往上爬上去 然後小黃瓜才能垂下來固定的垂下來 不容易被風折斷 剛剛不小心把它弄斷了它裡面的 小黃瓜裡面的那個體液 它的體液 跑出來了 等一下它就會變成白色的 然後修復它這個傷口 因為小黃瓜裡面有一種霉 是它是屬於蛋白質 所以會 會呈現那個 先透明然後再變成霧霧的這樣 白白的一個小小的那個霧狀跑出來 水珠跑出來 在這裡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小黃瓜的植株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要完全不整隻的話 你就留的空間可能一株到一株的中間要有一公尺 那我們要稍微的整隻 整隻就是不要讓全部的 它每一個每一節都會長出一個側芽出來 那就會很多出來 那小黃瓜就會剛開始結很好 到最後就結得不好 所以我們要刪除最底下的 這個枝 這個要除掉 然後這個老葉也要除掉 好 老葉除掉 好 除掉了之後 把上面的只剩下 1 2 3 好 4 那這個 也是老葉拿掉 那這一邊呢 它到別人家去了 這個也要拿掉 留3到4隻左右是最好 那底下的葉子先拿掉 這樣子 這樣子之後呢 再把這些用繩子拎上 接上去 或者是用夾子夾到它旁邊 夾著 它就會 這邊已經生完了 所以就 它也比較能光合作用 它可以繼續從這邊 吸收到陽光 這個也一樣 這邊剛好有 這邊 可以夾住 或是綁住都可以 然後它就會慢慢往上長 我們現在看到這裡已經開始有小黃瓜成熟了 所以我們要開始採收小黃瓜 好 現在我們剛剛採收了一隻 那個小黃瓜 除了我們之前講過的 有很多刺白刺的小黃瓜 有粉喔 它有粉喔 你看我戳一下 新鮮的小黃瓜採起來是有粉的 有沒有 戳過之後是亮亮的 這邊是霧霧的 然後這個花就是它生長到 開花到採收它的時間很短 它的花頭還沒掉 所以這個日本人叫做 Hanakuri Hanakuri 就是花 Hana就是花 Kuri就是我們的小黃瓜 附著 小花附著在小黃瓜上面的 那個名詞就叫做Hanakuri 也是一個很新鮮的一個象徵 但是我們通常在裝袋 在運的過程 這個都會掉 很正常 所以如果看到袋子裡面有這種小花 掉下來的話 你又很高興 因為這個就是很新鮮的一個象徵 好 現在我們 已經 這一排已經採收起來 你看有小黃瓜 大小不一 但你有沒有發現 有的有果粉 很大的還果粉 有的小小的就沒有粉了 那沒有粉的一次也快沒有 這個就是已經比較老了 你看 這一根它有花 這一根反而小沒有花 這是已經 它已經長不大了 所以要趕快採收起來 那這一顆是 昨天傍晚沒有採收到 所以這顆就要 這一顆 它一樣還是很大 如果今天沒有採收 下午之後就會變這麼長了 好 好 所以我們就是採收起來了之後 我們會 最喜歡吃涼拌小黃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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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